我们看好莱坞的时候 好莱坞带有强烈的自由派特色 所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 好莱坞一直被视为民主党大本营 民主党的票仓 每次美国大选 加州一定是要投民主党候选人 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选举历史当中的 一个惯性 一个常态 包括像纽约州等等 像西部 东部这几个沿海大洲 都是民主党的票仓 第一 好莱坞基本都是自由派的演艺界的人员 受教育程度最高 所以他们一般接受的教育 都是这种自由派的教育 天生对共和党就有这种所谓的排斥感 所以在选择题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猜到 那么只有好莱坞的自由派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类似这样的题材 比如把切尼作为攻击的对象 但是共和党人对类似这样的 所谓的揭发也好 八分也好 往往不屑一步 所以美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作品 比如共和党资助赞助的这样的电影 来与民主党进行对垒 比如像麦克尔莫尔这个导演 他拍了很多纪录片 都是在不断地对美国共和党人进行攻击 揭露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种种这种丑行 揭露美国的社会制度 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的媒体更是存在巨大的这种所谓的差异性 大部分的指围 比如包括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波士顿环球报 像加州的洛杉矶时报等等 都是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的这样的 民主党控制的 制止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些报刊杂志 往往在重大的历史或者是政治事件当中 都采取偏向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通普当选总统之后 或者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就大力的编制自由派的报纸 比如像纽约时报 或者像有线广播电视台 CNN 说你们制造假新闻 所以Fake News 就是来自于特朗普总统 对于那些民主党 或者有民主党倾向 有自由派倾向的这些媒体机构的 这种攻击用词 最近相对来说比较火爆的一个媒体机构 就是这个福克斯电视台 Fox News Fox News本身就是一家由共和党资助 由共和党人亲自担刚的 这样的一个电视台 它的著名的一些主持人 等等都是这些共和党人 所以现在呢 尽管他处于少数 但是他的声音比较大 他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 经常发声 经常找一些耸人听闻的政客 到Fox News去发表言论 攻击民主党人 替特朗普辩护也好 但有的时候 Fox News也会有一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主持人 突然会又跟特朗普唱反调 总之呢 美国的媒体是多元化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媒体还是比较自由派 好莱坞确实有悠久的这种传统 比如利用电影发声 利用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从1895年电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知道呢 电影被用作了舆论的工具 但是很快呢 是前苏联迅速地把电影 用作了这种所谓的政治工具 然后我们中国比较二三十年代的 当时上海的左翼电影工作者们 都把电影用作这种 所谓政治宣传的这种工具 甚至是比如抗日救亡 保家卫国的这样的工具 美国也同样这样 美国在一次 特别是在二次大战的过程当中 拍摄了大量的宣传片 比如妖魔化当时的法西斯政权 妖魔化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 比如拍摄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 政治宣传的题材的片子 到了五六十年代更是这样 比如甚至出现了很多像真实电影 纪录片电影等等 甚至摇滚乐电影 都是通过电影来宣示 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 所以在好莱坞 利用电影作为一种媒体手段 来批判编制 或者是揭露揭发爱等等 这些都是有历史的 包括像新闻专业等等 更是有这样的先例 甚至在美国英语里面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词汇 就是mark reeking 比如八分者 他们就是指代二十年代 大量的新闻媒体工作者 比如去芝加哥 揭露美国的猪肉工厂 在宰杀牲口的过程当中 忽视了卫生条件 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等等 那时候就有这种揭露 实际的一些做法 美国是电影大国 美国是发明电影的国家 美国的电影语言极其丰富 美国在使用电影语言的过程当中 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创新 以及创新带来的挑战 因此在欣赏美国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大家不一定要只看热闹 要对这个社会的文化 要有尽量细致的了解 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活 要有一定的了解 美国的政治制度 跟我们是大相径定 那么在这种政治制度的保障之下 它有很多的自由表达 这种自由表达 落实到银贫之上的时候 那么跟我们的观赏期待 有时候不太相同 比如说像绿皮书 我们在理解这个片子 所传递的一些信息过程 或者它所产生的一些历史 真实等等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 我们只是欣赏他的这种所谓的何家欢 我们只是欣赏他的这种人物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和谐共处 当然我们忘记了 这种和谐共处 是建立在电影导演本身 对历史的这种遮蔽 对历史的这种小小的篡改之后 而呈现出来的 比如像罗马强的片子 在欣赏 在理解这部片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共识 有一定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不脱离电影实践 不脱离历史文化背景 所能做到的 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欣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